畫面中可以看到深夜十分 四下午人天色黑萌萌一片 一面女子一個人站在馬路邊相當無助 身邊還停著一部機車 原警上前詢問後才得知 在他回家途中 車子先是發出奇怪聲響 後來就拋錨罷工了 他想打電話給友人求助 結果又因為沒有繳費手機遭到斷網 慌亂之際冷靜一下 機警想到可以拨打112電話求救 終於獲得救援 帶來聽段訪問 萬三途中行金牌九線永龍斷石 機車突然發出咔啦咔啦的聲響後 居然就無法前行 大家可以先放這邊嗎 先移到前面前面有那個空地 你有朋友會來站影就好 原警一接到電話 立刻趕到場先幫忙移車 隨後請女子郵人過來 再送返家結束一場驚魂 警方也呼籲民眾 若遇到類似的事件 只要行動電話有電 就算不插SIM卡或是被斷話 也能跟女子一樣撥打112球員 就算不插SIM卡或是被斷話 跟直播 然後連絕話的交換